啊啊啊啊 隨著 Xbox One 的公布 熱門的塔防遊戲植物大戰殭屍系列 也宣布要推出新作囉 不過 欸等等 這真的是植物大戰殭屍嗎 怎麼看起來不太一樣了呢 沒錯 這可不是即將推出的二代喔 這款全新的植物大戰殭屍花園戰爭 將要一改以往的塔防玩法 變成動作性十足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囉 在這款新作當中 玩家將可以選擇各種不同功能的植物來加入戰鬥 像是擅長遠距離攻擊的豌豆射手 可以一嘴吞掉殭屍的食人花 或者是具有治療能力的向日葵等等 而且啊 遊戲還支援四人連線 讓玩家可以和好友們一起同囉 和以往一樣 玩家要面對一波波的殭屍入侵 除此之外 熟悉的頭目級殭屍也會一一登場 像是打扮時髦頂著一頭爆炸頭髮型的低頭殭屍 還有背著小殭屍的巨人殭屍等等 強大的戰鬥能力 玩家呢 可不能大意喔 所以啊 在遇到強敵的時候 就趕快使用每種植物的特殊能力吧 像是這個大蒜飛機可以直接飛到空中 對著地面的敵人不停的掃射 是不是很酷呢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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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